诗篇第103天 每日清净神 唯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清净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清净神 讨神的喜悦 诗篇91篇1到16节 阴影中的安全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影下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祂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倚靠的 祂必救你脱离 捕鸟人的网罗 和毒害的瘟疫 祂必用自己的灵毛 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祂的翅膀底下 祂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得见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你唯亲眼观看 见恶人遭报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局所 火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尽你的帐篷 因祂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 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神说 因为祂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祂 因为祂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祂安置在高处 祂若求告我 我就应运祂 祂在急难中 我要与祂同在 我要搭救祂 使祂尊贵 我要使祂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祂 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 银行的金库 军队驻守的营区 诗人认为 这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是一个阴影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 他必用自己的灵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诗人所提到的意象 是以至圣所内的 施恩座作为背景 也就是 有两个基禄伯的翅膀 彼此相接 在他的翅膀底下的意思 就是指神充满荣耀 降临的施恩座 是他与人相会之处 由此可见 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与神交通的地方 因此 诗人勉励我们 我们与神建立关系 不单是要如同大祭司 一年一度拜访至圣所一样 而是要 住在全能者的印下 根据希伯来书第四章 十章的内容 我们都接到了一个公开的邀请 可以坦然无惧地 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住在他的隐秘处 也就是他的施恩座前 施恩座是神彰显荣耀的地方 也是神与我们相会的地方 神要在此向我们显明 他的旨意 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 因他要为你 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 保护你 诗人在此告诉我们 我们若行在神的旨意中 神就要拆派他的军队 来保护我们 而这也表明 我们有责任 要行在他的道路上 行在他的旨意中 并且将至高者 做我们的居所 倘若我们这样做 在我们完成神的工作以前 是不会离世的 因为如果我们与神同住 他就会对我们说 灾害也不挨进你的帐篷 这句经文并非表示 我们不会遭遇困难和灾害 而是在强调一份应许 尽管我们会行过死因的忧谷 祸患却不会临到我们 反而会经历 万事互相效力 使爱神的人 能得着益处的恩典与祝福 主啊 谢谢你 透过耶稣的宝血 使我能尽到你的实恩座前 得蒙你的怜悯与恩典 求你的杖 你的肝 引导我一生一世 住在你的殿中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导读神的话 诗篇91篇2节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祂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倚靠的 阿们 耶稣谢谢你 耶稣谢谢你 你就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哈利路亚 主耶稣在你的避难所当中 我不用害怕 感谢赞美你 是的 感谢神 在避难所里面 有最好的兼顾保护 是的 在受苦的日子 在遭难的岁月里面 都可以依然靠主喜乐 阿们 是的 主啊 我要靠主来喜乐 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 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最安全的棲息之地 阿们 是的 耶稣 你是我们最安全的棲息之地 谢谢你 你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耶 耶稣我要赞美你 你就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保护 更是我的神 阿们 感谢主 我的神 是我最大的山寨 是我最大的避难所 在里面 我可以享受你 全然 坚弱磐石的保护 我一生就是来依靠你 是的 主啊 我要一生地来依靠你 因为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所依靠的 主啊 你大救 专心敬爱你的人 主啊 你让我们一生一世 可以来爱你 哈雷路亚 是的 耶稣 你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耶稣 是的 你是我可以依靠的 哈雷路亚 主赞美你 你是我可以依靠的神 你也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主耶稣 我赞美你 哈雷路亚 没有人可以成为我的保护 唯有耶稣基督 你可以成为我的保护 谢谢你 我的山寨 我的避难所 我的神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阿们 耶稣基督圣名求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